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斯拉夫對上馬來的一個對決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馬來人這邊是在四點鐘方向約五點 斯拉夫位於十一點鐘方向偏十點左右 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在這個斯拉夫的地圖是不是有點空話 正面幾乎沒有木頭 木頭都是在後面了 黃金的話也算是有點小小外露 但是果樹就很OK了 前期應該是會過得還行 但封建到城堡時代這一塊金要怎麼守是個問題 城堡的話這邊差的TC可能就會好守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馬來人 馬來人這邊地圖還算可以喔 要圍的話也是圍得起來 只是需要資源量可會大一點 因為這兩邊空曠地區還是蠻多的 這樣圍這樣圍 還算是能圍 但是消耗資源可能會太大 來稍微講解一下馬來的特性 馬來人的話三級下的下個時代 升級速度圍就只有% 提升喔 超快的 而且他的大象在城堡時代便宜30% 應用時代更是便宜40% 算是一個大象比小宮還要便宜的一個單位文明喔 好那這邊決定是要這樣子圍喔 哇那真的是前期大投資 那這樣這邊時代的話可能會輸人家喔 哇那這邊馬來這邊還沒有點下 空空間時代這邊是出了兩隻棒棒 然後這兩個棒棒也是現在沒塔 現在露不出三棒棒了 兩個棒棒直接出去騷擾 讓自己升級可能會更舒服一點 好家裡圍死開始挖金礦 看來是要來一個黑跳城了 看起來是要跳上去了啦 好這邊還抓到一個昆明 但是對手斯拉夫已經把馬來的棒棒給圍了起來 然後這邊再繼續蓋 哎呀有想法耶這個招數有點像viper啊 呵呵 好那上來的城堡時代的馬來人選擇打一個小宮戰術喔 好下來射箭場 好 馬來這邊稍微領先 這個兩個棒棒的重點是有給對手 給到一點小小壓力 那目前就是一個 封箭打城堡的一個局勢囉 馬來已經開始升城堡了 剛才那個升級速度好快啊 超級快 但是這邊斯拉夫還沒有點 哇快要幾乎領先一個時代了 好 這邊城堡時代可能會慢90%時間呢 這個時間可不可以利用到呢 來看一下這邊奴兵出去了 好看一下 這邊做個騷擾 誒 這邊有先走路區喔 但是這邊戰寶走出來想要硬A嗎 好但是這邊也順利上了城堡時代斯拉夫 好看喔 分明目前是馬來領先將近8人口 哇有點多喔 這個差距 原來現在是雙TC 那目前只有小小小鬧 這個六隻的奴兵又走了回來 我覺得對面出太多戰毛了 不太好打 這邊斯拉夫點下來二級伐木 開始轉出投石車 那斯拉夫的工程器也很便宜喔 這邊是便宜15%吧 出口子車是不會虧的 有多短話 這邊開始變成投石器大戰 兩邊都在投 奴兵這邊還在續嗎 還有 好像有轉出一些奴兵來設這個戰毛 那斯拉夫這邊轉出了一些 哎呦 這個找得好耶 轉出一些奴兵喔 還是要來殺點村民 那我覺得很太需要 這邊斯拉夫站毛加投車 給壓力就夠大了 而且斯拉夫的工程器超級便宜 哇這個能投到嗎 來看一下這邊秀操作 這邊投了一下被拉回來 兩邊都是投一個相當不錯的位置 哎呦這個差點換掉 好危險 雙方兩 雙方投車都沒有被換到 哇這樣打得非常的好 但TC又開了出來覺得TC不保 趕快在外面補個TC 給我防守 這邊 奴兵想要做攻擊 但投車走了過來 哎呦這個被投到一下 可能會滾天滅地 哇這個 走出來打得真的很好 哇剛好補掉了頭車 不足的傷害喔 完美 那現在是買了那個大獵士斯拉夫 這邊是一個雙TC 喔3TC喔 開始把TC吐出來 但是投車一樣還在出出 哇這邊已經不能挖伐木了 左邊還有戰毛在騷擾 右邊還有更多的戰毛 想要處於一個兩難的一個情況喔 這邊沒有人伐木 可能覺得這個木區太危險了 還不想去那邊伐 那這邊 孫女已經被逼了出來 哎呀趕快跑趕快跑 直接被check out了喔 再看一下這個投車 殘血能不能換到一台 嗯你沒投出去啊 哇直接白給 天啊 喔但是馬來這邊轉出了 刺激帝國的8加9 爪到勇士 拿著雙盜男人 斯達巴斯托 史多利姆 星爆七流斬要來了 哇馬來打星爆啊 好久沒有看到啊 我現在那時候馬來剛出的時候 DLC剛出的時候馬來 一隻馬來抓 寶兵只要10塊錢 我來看一下現在要多少錢 那時候真的是張二海 遠遠不絕 喔現在比較貴了 現在要15塊 好直接漲了50%的價格 還行 哇這個直接 星爆七流斬 砍掉了所有的戰毛 也成功化解這波投車的攻勢 哇馬來打星爆 我覺得蠻有想法的 這場對決會很有看頭 那就會變成說 斯拉夫要不要轉一下騎士 來壓制一下這個 D8763 這個奴兵 秀一下 但是 爪兵 C876斬來了 爪刀勇士 哎呀但是有奴兵喔 奴兵打這個爪刀勇士也是很痛的 這個爪刀勇士雖然 很便宜喔 但是他的單位 血量還是超級少 只有30滴 而且 防御是0喔 遠防只有1而已 01的一個基本數值 大攻擊是有7 有人說他算是一個武裝村民的概念 數值比村民好一點點 哇這個奴砲 哇 直接灌到殘血 但是似乎沒有太大的效果 上下來之後 奴砲給了傷害打擊 並沒有那麼的優勢 但是他還是換掉蠻多的爪 刀勇士 哎呀哎呦 這兩台就還沒換掉 哇這三台直接換掉了 刀勇士 這三台奴砲直接給他MVP了好不好 這場MVP就是他們了 直接搬MVP了 哇這個馬來在咧啊 91人口才點好輪軸技術 哇那這邊趕快補一個手推車喔 不然這邊手推車沒上的話 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喔那這邊 斯拉波已經點上帝王時代了 輪軸有上 看起來兩邊 看來這邊 耍刀勇士還是要打算繼續打 準備要升一弓 來升個一弓也比較好拆東西 總之這個爪刀勇士真的是很便宜喔 包個大量來打也不是個問題 好那這邊下第二個城堡 雖然下在高地的部分 我覺得他總加這裡 這邊剛好可以守這個丁 還可以守VC呢 這邊是呢也稍微守得到 這一塊區域再圍起來就 安順太極了 但是對手 這邊選擇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壓寶位置喔 中間 這邊大量弩兵被爪刀勇士砍死 但是弩武炮沒問題 準備好了 唉唷 唉唷 這邊斯拉波打算要打步兵了 選擇了一個步兵 長劍兵打爪刀勇士這個想法 這邊弩武炮直接被解掉 好 長劍兵上來開砍 但是數量不敵 爪刀勇士的數量 直接被換掉了蠻多隻的 爪刀勇士的數量 還偏少了 是不是要稍微撤退一下呢 哇這邊都沒有變成善陣喔 這個奴兵射一發都 扣很多血 但是這邊爪刀的量實在是太多了 好 斯拉波這邊上了帝王 再來看馬來這邊 似乎是沒有想要上帝王了嗎 還在繼續出兵 這邊在純肉了 看起來是要上了 這邊打算斷一下爪刀勇士 還是這邊斯拉夫三級 進防禁要伸好了 來看一下雙手見兵 防禦全滿 1加4 OK 開始砍這個爪刀 會非常有用 武炮射爪刀還是很厚 好這斯拉夫點下了二攻 馬來點下了彈道 雪 看來要對這個城堡 進行一個升級的想法 但是攻擊的部分 似乎沒有升 哎呦有升二攻 8加2的一個射程 能城堡的話 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防禦 跟爭取時間的一個效果 好這城堡來蓋到這邊這個位置 好蓋的是不是有點前面啊 那還可以 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他算是一個把地圖 自己圍起來的一個城堡 一個插法 好來看一下這邊 雙手見兵 直接L上來 但是這邊城堡彈道學 我超級給力的 直接射死 好這邊超級兵 想要就有幾隻怪 來看一下會打後面 玩狂的一個士兵 好那爪刀還在繼續出 那上到地龍時代 馬來升級就是快 很快 很快以下就上到地龍時代了 三級射出了 奴命少量按了幾隻 但是爪刀是不是打算不出了呢 看到對手出超多 雙手見兵 有點 有點惱惱 再跟他繼續打下去 這個8加9 可能會被打光光 這邊想要來賭一個挖死的 結果發現 根本沒人在挖 這個就是要預測對手 一個挖死的一個位置 這邊老頭出去 馬上撿個一滴 幹嘛的結果被抓包 哎呀居然沒死啊 剩一滴血 兩滴 殘血回家 這邊有彈道學 完全收掉了 那彈道學 似乎給到的壓力不錯 哇這邊爪刀龍是 直接抓掉了很多村民 不錯 史達夫這邊打出了寶兵 貴族鐵棋 果然還是要打個櫃鐵喔 這麼硬的單位 就是要打這種 來看一下 9隻 哇還換掉兩隻馬來 這寶兵 還不錯 這個是竟然走了進來 但是 沒有辦法做太大的效果 還單史達夫隊們出兵了耶 突然沒想法了 金方被鬧 等到這場馬來要贏了嗎 這個爪刀勇士 真的蠻給力的喔 而且這邊馬來 剩了三級防喔 看來有打算要再繼續出這個爪刀勇士 畢竟跑得快嘛 馬來本身就 騎兵有點 殘廢殘廢的 對不對 沒有三級防 他出個馬來寶兵 當騎士用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照價又可以贏 雖然是寶兵單位喔 但還行 數量多起來 淹過去還是蠻好打的 稍微講一下這個馬來的寶兵的特性喔 馬來的寶兵的話 算是0.5人口 一隻 那你出兩隻的話 才算一人口 這也相當不錯 這個要暴兵的話 馬來的寶兵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邊要不要剩一下金罐呢 OK 要生了 馬來的金罐 凝兵性 消耗額外食物 但不消耗紅金 就代表說你的 劍勇阿 他沒有劍勇的阿 已經雙手士兵而已 對沒有劍勇 雙手士兵 是只需要食物的 就是可以一直白嫖 你的黃金可以來出 奴兵阿 或者是爪刀勇士阿 但通常已經打到 雙手劍兵的情況下 爪刀勇士應該就是不會繼續出了 那這邊斯拉夫 打算要繼續打步兵 不打寶兵了嗎 那這邊打算打一個 步兵加工程器的一個搭配 那這邊三級弓也準備要上了 這個爪刀直接被投爛 那這邊似乎已經看到了 但是這邊馬來 還是要執意出這個雙手劍兵 畢竟 是免錢的最香 不用黃金最棒了 來看一下 唉呀這邊送掉了一些 強弩喔 那這邊會掉喔 這個兩台投下去 這個巨頭 應該是不保了喔 要不要投下這個奴兵 投下奴兵吧 這個奴兵投到一定很舒服 喔看來是投不到 兩邊都我在控兵還不錯 而且換掉了一台投資車 哇這邊硬上啊 三隻雙手劍兵換掉了一台中頭很賺 大概走了過去 所有的兵直接拉了過來 想要砍那個同時 喔又順利砍掉了完美 哇免費的雙手劍兵就是特別厲害 那這邊要爆更多的食物才可以 可能要再蓋到 70片田或60片田 61片田了 可以呢這樣爆兵的話呢 就沒問題了 免費的雙手劍兵 好來囉 好來囉 好大量 欸這個數字真的很好 遠距離防禦5 攻擊力還有16 哇 可以幾乎可以跟騎士開打 終於是還不用黃金 不用黃金 攻擊力可以破10以上的單位 都是特別好用的 而且這個雙手劍兵 打建築物又有加成 這邊手撕城堡也不是問題 這裡沒有奪孔情況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馬來這邊手撕掉 這邊 城堡了喔 那這邊馬來已經 滿人 好了 他會轉出一些疾兵 偷偷想要來打這個 沙夫的寶兵 怪族鐵鞋 哇這邊還是精銳的欸 你看他這邊怪族精銳鐵鞋 唉唷 效果蠻不錯的喔 防禦11 近戰防禦11 所以這邊 雙手劍兵砍一下 只會打5滴喔 哇這個精銳生的也很有價值喔 但是這邊馬來對應也很快 級兵大戳戳也安排好了 戳戳也升級了 上高低 防守一下 那這邊要不要再續一批精銳 貴鐵再上呢 但是 斯拉夫的經濟似乎已經爆開了 金礦似乎要斷精了喔 只剩最後一塊精了 這邊精也還在挖 但是這邊轉出了大量的 級兵非常難打喔 斯拉夫這邊是全馬路線 然後家裡前線什麼被拆 TC有些田邊鬧 田的量可能還不夠多 要再去做一個撒田動作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馬來經濟已經太完美了 免費雙手建兵 但是這邊遠投三台直接拆掉 這個清騎兵做到很大的一個效果 騎兵直接出了進來 那奴兵還是在輸出 哇這個奴兵處理不掉的話 斯拉夫會打GG喔 這邊到處都有遠投在偷城堡 但是都有被斯拉夫抓到 好幾兵直接戳這個馬舊產兵的位置 那這邊城堡只剩下兩座的斯拉夫 會再繼續纏 貴族鐵騎嗎 這邊要再繼續纏貴鐵 事故有點困難喔 這邊是選擇爆了一堆肉嘛 這邊想要蓋城堡來守這個石頭 應該是守不太下來嗎 喔我幹起來這沒問題 這個奴兵數量太早了 這邊還在繼續壓制個馬舊的地方 但是好像也被換得差不多了 欸斯拉夫要來個絕地大反擊了嗎 看一下兩邊 支援量部分 目前庫存 馬拉還有三千木頭 一千多食物還有一千多黃金 哇但斯拉夫已經窮到只剩木頭了 黃金也沒了食物也沒了 喔趕快灑田 木頭多就灑田 沒有黃金的斯拉夫工程器也出了 在這邊看一下他要做什麼樣的選擇喔 雙手煎餅 免錢的又來了 免費仔又來了 更多的免費仔 哇這個救不到遠頭 直接果斷放棄 直接去守思城堡 這麼兇了吧 這個城堡能殺得掉嗎 好像有點困難 哇這個雙手煎餅砍肉吧很快 直接切菜 哇把它變成 五馬刺身 也變成 肉馬生魚片 生肉片了 不是生魚片 切一切 喔就處理好了 而且跟肉馬一樣 我只需要耗肉而已 但我不確定他現在耗肉是要耗多少欸 一隻的話是65塊喔 怎麼那麼便宜 呵呵呵 65肉而已欸 我以為是70或80肉欸 不用黃金也太過分了吧 這樣65肉 OK 哇這個城堡喔 其實沒問題 還可以再繼續做個輸出 這個城堡應該燒掉了 現在馬來全力往左邊打了 打右邊了 那這個斯拉夫 會不會打出去呢 要接近斷金的狀態 這個金挖完就沒了喔 上面這邊金 沒有人在挖 挖這邊金雞調配出了點問題喔 有沒有在出村民去挖這個黃金 小灰 這邊繞了一些肉馬進來做騷擾 但問題不大 馬來這邊經濟已經大爆炸了 目前4000多的木材 現在推進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邊又打了一部肉馬 跟劍勇還有戳戳 肉馬怎麼打得贏過這邊的劍勇呢 哇打出了GG 斯拉夫這邊 完全被鴨子打 馬來沒想到這個肉馬 跟切菜一樣 這個馬來的雙手劍兵 打肉馬真的超級好用的 而且只能耗食物好像是有點強 感覺好像可以練一下 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馬來目前所有的資源 都是屌虐對方斯拉夫的 陳寶時代也是贏的 看一下這邊 黃金產出也是很多 馬來的戰術相當不錯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喜歡的影片記得按下今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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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